你先放牌牌 你先放牌牌 先放牌牌 不要再走 深夜十點多 就在小琉球的余城瑋漁港 兩派人大聲叫囂對峙 甚至拿出棍棒來 混亂中有人受傷了 有人手上拿著鞭炮跟著叫罵 2月27號連假期間 台北來的遊客到小琉球遊玩 疑似在漁港燃放鞭炮擾民 引發居民不滿 前來勸阻時爆發口角衝突 人馬越聚越多 十幾個人互相怒嗆 甚至大打出手 造成兩人受傷送醫 二把連假小琉球住房率幾乎全滿 人潮幾爆 不少人是西家帶卷前來 而小琉球當地年長居民都很早歲 居民表示 深夜燃放鞭炮真的很不妥 遊客與居民因為燃放鞭炮起衝突 警方快打部隊到場 將涉案的11人帶回 已經依妨礙秩序及傷害罪偵辦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 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第一次 鈴鐺